老公出现了这几个征兆,多半是变心,都说女人心海底真,其实男人心比海底真还尖 恋爱的时候男人口口声声说我爱你,也许是假惺惺,花言巧语而已 在一起的时候男人天天哄你开心,也许心里有了别的人,他的努力掩饰而已 夫妻关系里,老公出现以下这几个征兆,多半是变心了 作为女人要懂得察言观色,别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人,还蒙在鼓里 要知道所有的遇见都是触不及防,所有的离开都是早有准备 变心的老公时时刻刻准备离开你,总有一些不一样的言行橘子,让你感觉诧异,也会慢慢失望 一,常常夜不归宿,理由五花八门,行为十分异常 他常常找借口夜不归宿,借口很乱也很多 比方说这段时间工作很忙,要加班加点,还要在单位过夜 其实背地里他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他要去旅行 但只是为了工作,这时候他都是和别的女人远走高飞 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和你在一起 不爱你的时候,有万万千千个理由说要离开你 男人的心在哪里,身体就在哪里 有了婚外爱情的男人,心就离开了家 即便你锁门了,他还是飞出去 女人要知道心是一把锁,钥匙是另一颗心 如果其中一颗心飞走了,另一颗心就是一辈子锁住了,打不开了 因此女人要用心去锁住男人,如果锁不住就打开锁 放他走吧,不必挽留了 男人变心了不仅仅是缩手而已 总是有具体的行动和以前对比 你会发现,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是他做的是真的 你也许突然会大辞一惊 同时阿辉的妻子惠惠已经四十多岁了 有一次遇见他,他问我,单位是不是经常加班呀 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很快懂得了什么 肯定是阿辉经常说加班加点,以此为由不回家,或者很晚回家 我赶忙说是啊,经常加班 虽然我堂射了过去,但是有点被惠惠担忧 这样的爱情可以走多远,真的难说 后来我也告诫过阿辉要顾家 但阿辉已经变心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哎,二,不想和你说话,懒得搭理你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 三心虾爱的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说一堆废话,也觉得幸福浪漫,都不想停下来 男人不爱你了,就对你沉默寡言了 比方说刚刚恋爱时候,两个人散步到深更半夜,还不想回家 身上都有了寒意,但只是紧紧拥抱,不愿松开 不说话,只是听着呼吸的声音,都是温暖的,幸福的,甜蜜的,恋恋不舍的 如果有一天你主动问他什么,他都是爱离不离的,感觉你就是空气,或者故意憋过脸,假装没有听到 要么就是嗯,啊,呀,简单应付你,感觉敷衍的情况很严重,男人可能是变心了 若即落离的感觉很难受,男人变心了,作为女人,总是可以感觉距离在越来越远 还有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多说几句就要吵架,莫名其妙被他说落 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是人心变了,不是话不对 想一想很多人恋爱当初,天天腻在一起,也觉得不够,还想更多时间相处,只有变心了,才恰好相反 三,开始对你挑三简式,故意早茶,吹胡子瞪眼,有时候把你说的一无是处 恋爱的时候,男人满世界都是你,心中满满的都是你,因为爱你,爱无极物 哪怕你很多缺点,他都可以包容,甚至看成是优点,哪怕你脾气大,性格冷,都会接受你 如果有一天你劈头盖脸骂他一顿,他还会对你笑嘻嘻 变心的男人不断放大你的缺点,然后批评你,把你说的一无是处 你看他的时候,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话不投机半句多,一言不合就要开始吵架 甚至对你动手了,比方说你一进门,他不是主动迎接你,而是埋怨你,来得太晚了 推门的声音太大了,今天家里的卫生没有很干净等等 有时候明明什么事情都没有,他硬是要对你挑刺 这样的他是想要找借口离开你,希望矛盾越来越多 比方说你做饭菜,但是他却说口味不好,或者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 或者说我受够了,别再做这样的饭菜 四,总是喜欢拿你和别人比较 说你看看某某比你强多了之类的话,男人不爱你了,就看你不顺眼 而是看别的女人顺眼了,自然会拿你和别人比较 老婆永远是别人家的好呀 每次闹矛盾,他就拿你和别人比较 然后贬低你,让你无地自容 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比喪不足,比下有余,哪有十全十美 女人的缺点也许就是别的女人的优点 比来比去就心里不平衡,就创造了家庭混乱 而这样混乱,恰好是男人想要的局面 老公变心了,多半是爱上了别人 只是还没有让你知道,但是只包不住货 只要女人用心体会,总能感觉爱情的冷暖 一旦感觉心冷了,那就放手吧 心里有了别的女人的老公,是不会回心转意的 即便回头也不会如初爱你